我和老婆相亲到结婚,彩礼三十万,一个月搞定,八个月后,儿子早产出生,很健康,那时,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人生大赢家,直到儿子一岁时,老婆经常带着儿子和他哥一起玩, 我忽然发现,儿子和大舅子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,虽说外甥像舅,可是我无意间听人说过,老婆和他哥根本就不是亲生的。 我回到家,看到了儿子和老婆在客厅玩玩具,宋佑娜热情欢迎我回家,老公,你回来了,看到他笑起来的样子,我疲惫的情绪瞬间得到了放松, 我和宋佑娜是在两年前通过相亲认识,我们相互介绍后,他对我很满意,于是几天就确认关系,觉得相处不错,又在一个月后领证结婚,当时他们家要求出彩礼三十万,我想也没想答应了下来。 毕竟这个数字,对于我来说算不上什么,结了婚后,宋佑娜很快就出现了孕途反应,到医院检查发现已经怀孕,我欣喜若狂,放弃公司的事情,耐心等待孩子出生的那一天。 天不遂人愿,怀态第八个月,宋佑娜早产,好在送医院及时,母子平安,虽然早产了,但也身体健康,没出现什么毛病,每天上下班,看到老婆孩子热炕头,我就会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。 距离儿子出生到现在,已经过去了一年时间,儿子也是身体健康,没出现早产的毛病,他坐在客厅,手里拿着玩具,笑得合不拢嘴,我松开宋佑娜,朝着儿子走过去,你给文成买玩具了,宋佑娜笑着解释,哪有,他大就给他买的,我因为忙工作的事情。 所以很少有时间陪伴儿子,大多数时间都是宋佑娜带着儿子去找大舅子,大舅子也是经常给儿子买各种礼物,房间都快塞不下来了,对此,我没有任何觉得不对的地方,只是认为大舅很疼,自己这个亲外甥。 我抱起了还在玩玩具的儿子,成成,爸爸回来了,快点叫爸爸,我逗着怀里的儿子,结果没几秒钟,就大哭了起来,几乎我每次抱起儿子,他都会哇哇大哭。 宋佑娜赶忙从我手里抱走儿子,稍微哄了一下,立马喜笑颜开,好像我不是孩子的爸爸,就是一个陌生人一样。 宋佑娜白了我一眼又抱怨,真是的,让你天天不着家,儿子都快认不得你了。 自从儿子出生以后,我因为工作繁忙,回家的次数很少,有几次归家太晚,母子俩干脆去大舅子家睡觉了,所以对于儿子的反应,我只会觉得自责,因为陪伴他的时间太少了。 我无奈解释说,没办法,最近公司太忙了,宋佑娜没好气说,整天忙来忙去,工资也就那么一点,也不知道你在忙什么,我哈哈笑了几声,没有解释太多,想等忙完工作以后,再给母子俩一个惊喜。 宋佑娜去哄儿子了,我则是拖着疲惫的身躯,走到厨房做起了晚饭,等晚饭做好,宋佑娜去厕所方便,儿子则是由我照顾,儿子看到我后,整张脸垮了下来,眼泪不断流下来,正在这个时候,老婆的手机亮了起来,我好奇看了一眼,平宝是家族合照,是我和宋佑娜一家人的合影。 里面也有大舅子在,上面显示着大舅子新发过来的消息,他在问新买的玩具陆文成玩得开不开心,儿子则是看到老婆手机平保之后,用手指着大舅子,嘴里喊着,爸爸,爸爸,儿子说的话很含糊,但我还是能听出来他在喊爸爸,我正准备开心,向宋佑娜分享喜悦的时候,突然发现, 儿子的手指在指屏幕里面的大舅子。平日里,我陪伴儿子的时间很少,基本上都是老婆带着他去找大舅子玩,我没觉得有什么,只是懊悔,平时陪伴儿子太少,才导致叫大舅子爸爸。 儿子,等爸爸忙完了这段时间,一定会好好陪你到处去玩。 我自责地哄着儿子,下意识把儿子和大舅子做对比,从模样上来看,儿子和大舅子一个母子刻出来的,俗话说外生相救,所以我没有多想。 宋佑娜从洗手间出来了,吃完晚饭,把儿子哄睡着,他躺在我的床边,我今天突然兴致大发,想要和老婆好好运动一番。 可是却将我推开了,老婆一副关心我的样子,你明天还要上班,等下次有空的时候再做吧,我也没觉得有什么,然后闭上眼睛就睡着了,第二天我到了公司,才刚刚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,手底下的员工就告诉我,合作商那边出了状况,我不得已只能亲自出马,等待事情解决完了后,准备回公司。 突然发现,这里离丈母娘家很近,于是买了几万块钱的礼品,准备去看望看望他们,小区里面的停车位已经满了,我不得已停在小区外面,提着大包小包,才刚刚走进去,听到了几个老太太在闲聊家常,宋建国家里的儿子昨天又回家里了一趟,再瞧瞧我家那个,多久才肯回来一趟,宋建国。 这不是我岳父的名字吗?他们说的儿子应该就是大舅子了,我不由放骂的脚步,想要听听他们在讨论什么,我听说宋建国的儿子不是亲生,好像是捡来的。 那可不是。不然怎么会对宋建国这么好?我听到这些对话,脑子轰然炸开。 什么?大舅子竟然不是老婆的亲哥,我顿时心乱如麻,走路的步子不由放慢,直到停了下来。 他家有个好儿子,还有一个好女婿,当初三十万的彩礼说给就给。 我那个女婿还得找我砍价,我还听说啊,他们家的女儿和儿子搞在一起过,一纳他们家的女婿可真可怜。 这些老太太的闲聊,大多数都是胡编乱造,我不应该当做一回事。 可是会下意识想起来,自己的儿子和大舅子长得一模一样。 如果老婆和大舅子不是亲生,儿子岂不是我亲生的了? 还有儿子指着大舅子的照片,喊爸爸这件事情,我越想,脑子越糊涂,干脆不去丈母娘家里了,转头就回到了车上。 我越想越复杂,最终下定决定,偷偷给自己和儿子做一个亲子鉴定。 我倒要看一下,自己这个儿子究竟是不是亲生。 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,但我还是待在公司,没有一点想要回家的想法。 大舅子不是老婆亲哥这件事情,不断在脑海重复。 我看着时间,来到了晚上九点钟,手机弹出老婆发过来的信息,她询问自己还要多久才会回家。 我犹豫半天,拿起手机,给老婆随便编了个加班的理由,发了回去。 对方也发来OK的表情包,我看着聊天界面的壁纸,那是一家三口的合照。 每次遇到困难,我都会看着照片中母子两人鼓励自己,不知是否是心理因素。 现在不管我怎么看,都觉得隔应,我不想怀疑妻子和大舅子搞在一起。 但我想起了儿子是早产这件事情,按道理来说,早产出生会很危险,可是儿子却格外的健康。 我当时以为是上天眷顾,现在想来,可能是老婆在和我相亲之前,就已经怀上了,我越想脑袋越乱,最后还是决定回家,方便明天去和儿子做个亲子鉴定,回到家里。 推开门,老婆就朝我走过来,老公,今晚辛苦了,老婆想要抱住我,我有些反感地将其推开,今天有点累了,我想先睡觉,按照以往的情况,我会很乐意和老婆抱在一起。 可是一想到大舅子可能不是老婆亲生哥哥,我就会觉得反胃,老婆只是愣了一下,也没多说什么。 小宝已经睡着了,看一下嘛,我摇头拒绝,待会给他吵醒,又要闹起来了,妻子给我倒了一杯热水,今天加班得真晚,我接过热水,看了眼杯口,担心他在里面下药,于是放在一边没有喝。 我靠在沙发上说,没办法,公司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,我随便编了一个理由,不想把心里话说出来,老婆坐在旁边,没好气看着我,要不你还是从公司辞职算了,去我哥那里上班,或许还能当个保安队长,比你那个一点钱也没有的公司好多了。 他并不知道公司是我开的,前两年公司遇到了点意外,我怕他担心,所以没有将这件事情说出来,最近周转了过来,情况有所好转,本来打算过几天彻底安稳下来,再将这个好消息说给他听, 我闭着眼睛说,今天哥哥来了吗?老婆疑惑我,为什么要这么问?但还是回答我,来了,陪咱儿子玩得可开心了。 咱儿子,我心里冷笑一声,并没有多说什么,现在还没下定结论,我也不好多说些什么。 宋佑娜继续说,刚才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?我拒绝了她的提议,说自己已经困了,洗了个澡,回到了房间,今夜难以睡眠,我躺在床上,怎么也睡不着,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,我小心翼翼下了床,趁着老婆醒来之前,来到儿子的房间,剪下来他一搓头发,我迫切地想知道答案,换了身衣服,来不及洗漱就离开了家。 来到医院,我找到熟人做亲子鉴定,等待了几个小时,我拿到了亲子鉴定单,上面写着,我和我儿子并无血缘关系,我已经做好了准备,可是亲眼看到结果,还是如糟雷辟,结果已经摆在我面前,老婆确实出轨了,出轨的对象还是她的哥哥。 一切事情都变得合理了起来,儿子又怎么会是早产,分明就是在和我相亲的时候,就已经怀上,然后急着找街盘侠,亏我当初还给了三十万彩礼。 三十万啊,对于我来说算不上什么,可是对于普通人来说,可能是好几年的工资,难怪大舅子会对我的儿子当成亲儿子对待,原来真的是亲儿子。 我坐在椅子上,感觉人声蒙上了一层雾霾,这个时候,我的电话响了起来,拿起来看了一眼,原来是公司的总经理打电话过来了,我接通了电话,电话那头连忙报喜讯,老大。 多亏了你,合作商同意和我们合作,公司已经彻底渡过难关了。 好消息顿时扫走了我心里的雾霾,这个合作商是公司能否好起来的关键,一旦合同签订下来,那么就意味着未来几年,只要不出现任何意外,公司的资产将会过亿。 到时候,我也不用那么劳累,只要把事情甩给员工去做,自己当个甩手掌柜就好,我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。 下意识想要分享给老婆听,突然反应了过来,自己为什么要分享给那个处闺女,不仅如此,我还得尽快将财产转移出去,我既然已经知道了真相,自然会和妻子提出离婚,不可能继续下去。 万一宋佑娜胡搅蛮缠,自己也方便脱身,说做就做,我立刻找来了发小陈龙,陈龙从小和我穿一条裤子长大,虽不是亲兄弟,但也情同手足,他听了我的事情后,果断同意了帮我的忙。 我暂时将公司转让给了他,名下的资产,也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对方,陈龙和我喝着名贵的红酒问我,你那个大舅子叫什么名字? 他看不惯我被绿,想要为我出一口恶气,我免了口酒回答,宋承夜,好像在什么建筑公司上班,陈龙一听,顿时乐了,你说巧不巧? 昨天我手底下有个员工倒卖器材,被我抓到了,他的名字也叫做宋承夜。 我想起陈龙也开了个建筑公司,整个人精神起来,赶忙询问,陈龙对方长什么样子,他很快就给我拿出了照片,上面的人不正是我大舅子吗? 还有这等巧合的事情,与此同时,我开始策划接下来的报复计划,收了我三十万彩礼,还想要全身而退,没门。 接下来,我买了些便宜的礼物,来到了丈母娘家,他们看到这些东西,总共加起来没一百块钱,眼睛快要翻到天上去了,才没聊几句,就要急着赶我回去,生怕我会留下来吃饭。 这时候,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,那就是丈母娘夸宋承夜的次数太多,老丈人听得都有些烦,我想起宋佑娜之前告诉我。 在丈母娘年轻的时候,有个爱而不得的白月光,宋承夜被收养,也是丈母娘提议,并被带回,若说中间没有什么瓜葛,我是一点也不相信,丈母娘磕着瓜子,扔着瓜子壳,露风啊。 最近这段时间工作怎么样,我听娜娜说,你那个公司经常要你加班,给的工资还少,要不然去你大舅子那家公司上班,她在那家公司还是有点权利,让你当个保安队队长,没什么问题,老丈人也在旁边附和。 正好我今年打算换台好一点的车,也需要你帮衬帮衬家里,丈母娘还在继续说,到时候你大舅子也要结婚生孩子,买房买车什么的都需要你帮衬帮衬,你那套房全款买的吧,等她结婚的时候,过季给她好了。